风沙肆虐的戈壁滩上风力一度达到九级 十多辆战车急驰而过 在炮火掩护下向敌阵地发起冲锋 受地形限制 后方火力很难把握前方兵力位置 加上风向风速多变 造成射击瞄准难度大 射击助援需反复修订 训练风险成倍增加 为了确保打得快打得准 这个铝组织各类骨干 研究不同海拔气象条件下武器性能指标 利用无人机侦察与前出侦察相结合的方式 确定射击猪源并进行风险评估 具复无人机侦察前方1363米 发现敌装甲车两辆报告完毕 火力压制后目标时隐实现 反坦克导弹射手抓住烧纵即逝的机会 锁定目标 并实时调整导弹飞行轨迹 顺利完成火力支援任务 经过一轮火力打击后 敌装甲被摧毁 考评组又一次给出了前方发现战役区的口令 我们可以看到公民分队正迅速前出 进行开辟通路 战斗员利用烟幕遮掌快速通过 单兵火箭打击暗宝之敌 炮兵阵地前移为步兵行动提供火力掩护 各攻击小组密切协同 一举攻入敌阵地 此次演练搜集了五种火器射击修正数据 多个战法训法得到进一步检验